現在呢 我要把大家從中國 波蘭 聯帶 拉到西方 古典浪漫時期的歲月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首西方著名的音樂家的作品 《蕭芒芳》 我想無人不知 無人不想 這是波蘭 偉大的音樂家 偉大的鋼琴家 那麼蕭芳的創作 被人稱之為是花蟲中的大套 音樂的詩人 他本人 他的音樂就具有一種抑鬱的詩人的氣質 那麼蕭芳呢 有一首作品 他的Censation的《人物曲》 這兒一說起《人物曲》 大家說《人物曲》 《人物曲》 三拍子在舞廳裡面跳的舞曲 《此人物曲》 《非必人物曲》 這種人物曲 它作為一種音樂題材 是在西方 在歐洲的時候 最早起源於歐洲的民間類的三拍子的舞蹈 後來呢 被音樂家們拿來進行創作 形成了一種題材 它是三拍子 它絕不是單一的三拍子 它的結構和它的藝術特徵要比簡單的舞曲要相當多 那麼下面我們要聽的這首C.C.小的《人物曲》 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具有鋼琴家本人的音樂的氣質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夠聽出來這種音樂的氣質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馬上一轉 一種如同大舟小舟落浴盤的一樣 玲瓏劈透的 一種快速的這種音樂舞表現出來 然後到了 後來呢 又反回到了一種意義的 慢慢的氣質的舞曲 那麼下面呢 我們就有請 C.C.來為我們演奏這首蕭光的深色的笑調表舞曲 有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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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靜音樂的音樂 C.C.C.E. 唱ähr的音樂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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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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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